老命中桃園隊趕在8號開訓的前夕 以兩年總值最多900萬的合約 簽下選秀會第二順位指名的 前旅日投手許明傑 兩位今年的月薪34萬 明年36萬 另外球團為他設定60萬的激勵獎金 開心地歡迎這位14年經驗的好手 加入中華指棒 尤其特別的是彈樂的過程 並沒有和許明傑本人接觸 我坦白講沒有特別去算 那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跟許明傑選手達成這樣子的共識 其實過程當中 大家的想法並沒有說非常大的一個落差 那也在花一點時間 還是他這個合約完成 代表 都通過代表 就是那電話上也還沒有直接交換一些 沒有 沒有 國際電話也蠻貴的嘛 儘管這兩年 許明傑在歐立市出賽的場次不多 但劉靈隊表示 彼此同意簽下兩年的複數年合約 是對於他的身手以及豐富經驗的肯定 經驗 以他的身手其實都還在 所謂經驗傳承就是一些 他在國外長期受到日本職棒的薰陶 我相信有很多的觀念 很多的訓練方式 都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至於37歲的許明傑 星球界定位在先發還是中繼 領隊透露和教練團溝通之後 已經有了初步的想法 以他的年紀比較長的這樣子的形態 其實每天中繼來講的話 可能對他的體力啊 這個手臂的恢復 負擔會比較大 反而是所以先發一個禮拜一場的狀況來調整 對他來講這個負擔其實會是比較輕鬆 比較好調整的一個方式 1999年展開旅律生涯 許明傑在日本職棒一軍 一共累計了49勝49敗 另外有39個中繼 兩個後援成功 平均防御率4.20的成績單 加入Lamigo之後 許明傑將穿著16號的球衣 期許開創自己在台灣職棒的全新一夜 我來繼續黃瑞宏 黃花君採訪報道